看看我手上这是什么东西 安安大家好我是贝尔 首先要先感谢观众愿意出借我 他新买的S24 那我使用他也将近一周了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使用心得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S24好了 S24系列呢 他有三支 S24 Ultra S24 Plus 跟S24 那三支里面呢 S24 Ultra的规格是最高的 他的手机外形偏方正 然后他的萤幕比较大一点 6.8吋 那他的特色呢 就是具有S Pen S24 Plus跟S24呢 他的定位比较类似 他们呢 都是这种圆弧形的边框 S24 Plus是6.7吋 搭配2K的萤幕解析度 那S24呢 是6.2吋搭配1080的萤幕解析度 电池容量S24 Plus也是稍微大一点 记忆体的部分 S24 Plus跟S24 Ultra一样是12GB 而S24是8GB 所以除了大小不同之外 螢幕解析度 电池容量 记忆体也是稍稍不一样的 S24呢 比较适合女生或是手小的人 像S24 Plus跟S24 Ultra 他们都比较大一点 6.7、6.8吋 那如果你不想要手机这么大 S24会比较适合你 那我手上这一支S24呢 他是琥珀黄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 露面搭配淡淡的黄色 细看又会带点金色的光泽 今年的S24系列啊 每一款都有7个颜色 而且每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感觉买的时候会有一点选择困难 这个手机壳啊 是买手机的时候送的硬壳 这个手机壳很方便耶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这样挂环的设计 你就一打开 追击的时候你就这样放着 非常方便 而且又很稳 这个挂环的设计啊 它还可以把它换成挂绳 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这样拎着走 这个挂环如果还可以这样直立着的话 那就100分了 因为我平常用的手机是iPhone 那因为两者系统不一样 所以操作上一定也会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 那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哪些是我很喜欢S24的地方 那又有哪些我比较用不习惯呢 第一点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拍照 S24 Plus跟S24呢 他们的镜头规格是一样的 他们具备5000万画素的广角镜头 加1000万画素的变焦镜头 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1200万画素的前镜头 先让大家看看他拍出来的食物 我不是很会拍食物 但照片色彩很鲜艳 看起来就会很有食欲 最厉害的呢 还是拍人 肤色很自然 带点柔肤的效果 不用特别开美肌或是修图 就可以直接发到社群上 虽然说这两只手机的定位不一样 但还是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他们两个拍出来的感觉 三星的保有肌理感 但带点柔肤有一种青春无限的感觉 iPhone则是偏向写实 它会把脸上的颗粒毫无保留的显示出来 这一点身为iPhone用户呢 我也是认了 拍照界面是可以选择1200万画素 跟5000万画素的设定 1200万画素拍出来的颜色很自然、红润 但是5000万画素的颜色拍出来比较偏白 颜色层次没有1200万画素的丰富 感觉它更适合拍景色 人像照片的周围也计算的很精准 但如果可以调整景深程度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三星在夜拍真的很不错耶 这张是在傍晚偏暗的时候拍的 虽然现场的光线不足 但拍出来的照片提升了整体的亮度 也没有牺牲掉人物的细节 这张细阳我觉得很猛 三星完整呈现了这个蓝到粉的漸层色 跟眼睛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 也在白天跟晚上各拍了一小段影片 让大家参考参考 早晚拍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但是在颜色呈现上 如果眼睛看到的对比度是0 那影片出来的颜色对比度大概在-2到-3左右 我觉得有灰一点点 但这也不是不好的意思喔 像我自己在拍影片的时候 通常也会调低一点点对比度 我自己会觉得多一点文青感 然后这些片段都是手持的 出来的画面也是都蛮稳定的 第二个喜欢S24的地方就是它的电量 它拥有4000mAh的电量 那我这几天都是用它来看影片 追剧玩游戏 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用它来追剧 然后我看一个小时的剧 音量开50% 一个小时大概下降7%的电 我最近还迷上了玩手机版的大富翁 玩一个小时也差不多下降7%的电 设定上我也是都开120Hz的荧幕更新率 然后也有Always on Display 一整天下来我在睡前 它的电量没有低于20%过 很意外耶 到目前使用这支手机 我都没有用过行动电源 我觉得它的续航真的很厉害 第三点内建Yoyo卡的功能 讲到Samsung Pay Yoyo卡的功能 我真的内心要给它100个推 这功能真是太方便了 你可以透过Samsung Wallet 来创建一张记名的Yoyo卡 然后你不论是搭捷运搭工车 完全不用把手机点亮或是打开任何APP 只要靠近刷卡机 逼一下就可以进站 我每次出门去搭捷运 我就要先找一遍我的Yoyo卡 又放到我的哪一个包包里面去 但如果我的手机就是Yoyo卡的话 那我的Yoyo卡就会在我的手上 而且它平常啊 可以透过信用卡加值 如果你是学生没有信用卡的话 你还可以直接利用Yoyo卡加值机 直接实体加值 这个功能绝对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者的福音 第四点呢就是它开热点很稳定 因为我把我常用的SIM卡 有装到这支手机里面 但我还是会开热点分享给我的iPhone 就发现它开热点的时候很稳定 它们两个的连线不会随便的断掉 就是我偶尔拿起iPhone的时候就会发现 诶 它的热点竟然还连着耶 第五点搜寻圈 这也是新推出来的功能 它有点像是内建以图搜图 你可能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 你很有兴趣 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要输入什么关键字你才查得到 这个时候就可以善用搜寻圈这个功能 你只要长按导览列 然后圈选出你想要的这个物体 然后它就会跑出搜寻结果 我觉得这个功能呢 意图使人败家 第六点 录音档可以直接转成文字 这一个也是超级超级方便 因为像我自己很常使用语音备忘录 那我每次录完好几个档案之后 我要回去整理我就要一个一个慢慢听 但如果它可以直接把音档转成文字 我就可以更快的找出我要的内容是哪一个 而且我觉得它对于我们讲出来的文字 它辨识度是蛮高的 可惜目前只有支援简体啦 如果之后有支援繁体中文的话会更好 然后它最新有一个功能呢 叫做摘摇 我刚才小试了一下 好厉害 这功能太厉害了 因为我就是随便念了一段 我这支影片计划里面的内容给它 然后它就帮我列出了三个重点 重点是它不是直接照抄我讲的话哦 它是把我的话统整过之后 再用它的方式列出那三个重点 然后它直接帮我列出一个标题 三星S24系列手机的特色 入内容的时候完全没有讲到这一个 它直接帮我列出一个大标 然后你看它第二点 它说玩游戏看电影都不用担心电量不足 这就是一个经过思考过后的重点 这AI好强哦 这感觉很适合大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把教授的话录下来 然后直接帮你整理成重点 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做到这么难的事情 这我自己都做不到 分享完喜欢的地方 那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使用这支手机的时候不太习惯的地方 第一个呢是跟它的荧幕有关 S24系列呢 它的荧幕更新率都是1到120赫兹 滑主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蛮顺的 但在滑像是脸书啊 或是D card的时候 有一点点跟不上的感觉 尤其是滑一下滑一下的时候 感觉更明显 那时候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开到60赫兹 我还特别回去调了一下设定 的确是开120赫兹没有错 然后我再调回60赫兹 不行这个餐饮更大 你用习惯120赫兹之后 你就回不去60赫兹了 第二点呢是指纹辨识 我身旁用三星手机 然后这次有换到S24系列的人呢 都说这次的指纹辨识变快了 但老实说我指纹辨识蛮常失败的耶 有时候呢是一次就成功 有时候呢就要辨识好几次 尤其是手指头很干的时候 特别容易失败 但是有指纹辨识还是蛮方便的 因为你不用一定要拿起手机对准链 你才可以解锁手机 第三点通知的显示 因为我很习惯苹果这种一跳通知 我就看得出来是哪一款APP的讯息 但三星的通知呢就在这边一排小小的 我就比较不习惯 但这个就很个人 比如说雨恩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显示方式 我自己是想改 但是我找不到可以怎么改 就如果有知道的观众也欢迎告诉我 S24给我的整体体验呢是非常好 不过还是有一些小地方可能需要稍微习惯一下 但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最想要体验的呢是三星的折叠机 希望我以后也有机会可以体验得到 那我这一支S24体验完之后我就要还回去啦 后有点舍不得 因为它那游泳卡的功能真的很好用 好的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啦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想分享的 也欢迎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记得订阅我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大家拜拜 大家如果觉得我的鼻音很重是正常 因为我有点感冒 都是被我妹传染 还笑